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需要导入一下 叫import matplotlib.pyplot 这个 matplotlib.pyplot 这个东西就是画图的一个内容 给它起个名叫PoT 咱们在这给它做一个注释 这个pyplotlib.pyplot 它使用了画图 显示画图 你看 咱们这个前七天 这个叫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是不是 叫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那什么是可视化呢 就是将我们的数据给它显示出来 那哪种方式是最好的显示呢 就是以图片的形式来展示 好 咱们现在呢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它导进来了 有了这个plot了 因为我们这个猫呢是一张图片 那么咱们就使用plot 掉它的方法点叫做imread 第二个方法叫imread 小括号 我们将这张猫呢导进来啊 叫做cat.jpg 执行一下 大家看这个东西 看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一个数据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数据 看到了吧 这个东西是一个数据啊 你们没那个图片 那你不然找一张图片 如果大家没这张图片是吧 你随便找一张图片啊 你看啊 这张图片 你看我们现在不是在南平桑的铺里边吗 那我随便从我的电脑上找一张图片啊 从windows下随便找一张图片 你肯定会有图片是不是 咱就随便找一张吧 美内日大总统查尔斯吧 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放到Ubuntu下边 我们在这儿呢 我看能不能直接粘贴过来啊 在这儿好像不能直接粘贴 那么如果在这儿不能直接粘贴的话 那么我们就进入这个文件 点击一下进入文件 进入南平 进入soft pro 我们在这儿呢进行粘贴就行了啊 我们一粘贴一张图片是不是就过来啊 你随便放一张图片 任何一张图片 无论它是JPG 无论它是PNG 你最后读取之下 读取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都是一个数组啊 它都是一个数组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JPG了 咱们现在呢 再找一张PNG的图片 我们看有没有 好 有 咱们这个鱼是PNG的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放到我们的这个里边 好 鱼这张图片就有了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咱们这个 回到咱们浏览器这儿啊 回到浏览器这儿 大家能够看到哦 背后T.1mm rate啊 你想对于气酸机而言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一个这样的数组啊 看到了吧 就是就是一个这样的数组 你发现 你看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数是不是231 186131啊 对不对 大家就是说 大家看这个东西啊 你可以找一找 咱们可以找一下啊 这个里边所有的数 它没有超过200 它没有超过那个255的 它没有超过255的 因为颜色 红绿蓝 它有一个这个范围 它是从0到255 三颜色 你比如说这个红绿蓝 如果红色要是255 那就是大红色 这个呢 是颜色的一个 基础的一个知识啊 好 大家看啊 咱PoT.1mm rate 是不是得到这样的数据了 那么我们接收一下啊 我们接收一下 给它起个名字叫cat cat就等于它 好 我们现在呢 就加这个数据 获得到了 那么我们唱一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cat到底是什么东西 type 小括号 我们将cat作为参数放进去 执行 看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你看 是不是有输出呀 看到了吧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 是不是numpeter ndarray啊 对不对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numpeter ndarray啊 就刚才 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一大堆数据呢 其实就是一个ndarray啊 就是一个ndarray cat 来 你看就是这个东西 那单想 我如果要对这样的数据做操作啊 我是不是得需要对这个numpeter ndarray 它的属性啊方法啊 我是不是得需要对它比较熟悉啊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我怎么对这个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呢 你看刚才 咱们在这个里边是吧 咱们在这个里边说 我想要将这个鱼 给它倒过来 我想要将这个鱼是吧 给它这个颠倒过来 那如何实现呢 你想一想 你有了数据了 你是不是将数据颠倒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将数据颠倒一下 就可以 所以说咱们才需要学那些基本的东西 是不是 才需要学咱们下边所讲的这些东西啊 好 你可以倒进来看一下啊 可以倒进来看一下 咱们呢 希望是这样啊 就是说 我在讲的时候 大家呢 争取呢 也跟着 也跟着写啊 因为这个 这个阶段讲课的内容跟之前呢 可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想的多 就是说这个里边数组啊 它可能比较抽象 因为咱人眼见的世界最多就是三维 那有时候这个数组呢 可能是四维的数组 可能是更高维的 就想不明白了 想不明白呢 我们就来去操作 好 这个呢 是咱们这张图片啊 这是咱们这张图片 比如说 咱们这啊 我看看啊 让这个猫呢 咱们再来一个啊 叫Cat2 等于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来Cat2减去5吧 是行 讲完5之后 那么我们 做了一个减法 是不是 做了一个减法 做完法之后呢 咱们把它展示一下 PLT.im 你看 在咱们读取猫这张图片的时候 叫imread 那咱们现在呢 显示一下 叫PLT.imshow 你按一个type键 就提示了 我们先看这个Cat 执行 好 大家发现 这个Cat呢 执行之后呢 没有显示 是不是 插一张代码 那就是PLT.imshow 把它显示出来 好 这张图片 是不是就显示了 你看咱们刚才 是不是对这个Cat 进行了一个操作啊 进行了一个减法 咱们显示一下 这个Cat2啊 看Cat2 我们进行减法之后 它会成什么样 Cat2 执行 好 大家看 看这个猫 是不是也变了呀 看见了吧 看这个猫 是不是变了 因为我减了5 是不是 比方说我减一个50啊 咱们看一下 为什么 实行 你看这个猫 是不是就会变暗呀 对不对 这个猫就会变暗啊 因为 咱们这个数据呢 它是从多少的 它是从这个0到2.5 所以说 你在进行这个 加法减法操作的时候 是吧 就得需要这个 比如咱们减一个大约 减个500 看看它还有没有啊 减个500 大家想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实行 减个500 你会发现 它就变成这样了 对吧 你看 这个就是 咱们之所以要学男品 为什么要学它 因为 所有的东西 凡是能够经过 浸探机处理的 它其实都是数据 它其实都是数据 那么我们肉眼 读取一张图片 到我们自己的大脑当中 它其实读取的也是数据 后来呢 经过这个画家 经过这个科技的进步 人类做了一个分析 发现 所有的颜色都是红绿蓝 所有的颜色都是红绿蓝 所以说 叫它理性化出来 这样的一个结果 咱们的计算机呢 就是在处理这样一句 好 咱们随着这个进步 是吧 明天随着咱们那个 男品方法的一个使用 明天你就可以做这个操作了 将这个鱼呢颠倒过来 将这个鱼的这个颜色呢 进行一个切换 你可以看到这个功能呢 就是这个功能 你比如说 我们随便找一张图片啊 随便找一张图片 大家我打开这张图片 打开这张图片 这个图片是不是可以 在我这进行旋转啊 你看它可以进行旋转 是不是 看到了吧 它可以进行旋转 那这个旋转其实是如何来实现的呀 你想一想 是不是书组啊 是不是书组的宽和高进行了变化呀 其实就是这样啊 好 回到咱们 回到咱们这 那咱们看到了这个 南品可以是什么 南品呢 什么其实 南品的这个都可以是啊 南品 所有的东西 音频视频都可以是它 那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好的东西呢 其实最最最最根源的东西 都是一个数组 那接下来看一下南品的创建啊 那使用NP array 使用这个NP array 有这个passion list 来创建 这个呢 咱们都 都是passion list 咱们知道啊 好的 咱们现在就创建一个啊 就创建一个 叫做N1 就等于 大家看我们使用NP.array 使用这个方法 NP里面有方法 叫ARR array 使用这个方法 在这个里边呢 在这个里边 咱们只需要给它传一个 传一个什么呢 Person list 就行了 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来一个监控号 比如说我们来一个 3 逗号 1 逗号 4 逗号 5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最简单的这个 NP array 就创建了啊 那么我们可以 把这个NP array呢 展示一下啊 你对于这个N1 进行了一个复值 然后再起一行 你将这个N1 在这儿 输出一下 你就是说 你直接写一个N1 然后默认清一下 就是一个输出啊 执行 好 执行之后 我们发现 这个数据是不是就有了 那有了之后 大家看这个数据 是几维的呀 一维的是不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继续加到难度啊 来一个N2 等于NP点 ARRAY 在这个当中 中国号 如果要是二维的 大家想 它里边是不是得需要 两个中国号 是不是 还得需要再来啊 好 咱们来一个中国号 在这个中国正版中呢 我们来一个2234 5 然后呢 再来一个 逗号 中国号 大家看 逗号中国号 我们再来啊 461 再来 逗号 中国号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N2了 我们执行一下 好 执行一下 如大家所见的 一个二维的一个数组就出来了啊 那大家想 咱们刚才那个图片 咱们刚才那个图片是多少维的呀 咱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图片是多少维的 好 咱们现在看一下这个N2啊 看一下N2 因为我们是手写的 所以说这个N1N2是不是都比较简单啊 对不对 好的 抄一行啊 在Numpy当中呢 有三个方法 N2里边呢 会有一个方法叫 Shape Shape Shape是形状的意思 对不对 英文翻译成中文 我们执行一下 我们能够看到 N2的Shape是不是三和四 对吧 也就是说它是 几行呢 三行四列的一个数组 它是三行四列的一个数组 你看N2 看到了吗 看N2 咱们再看N1啊 看N1 插入一行 来一个N1点 Shape 直行 大家看N1呢 N1是不是四号啊 看到了吧 因为N1是 3 1 4 5 所以说 如果它的这个维度 对于这个N1而言 维度是不是一维啊 因为它里边就只有一个四 对不对 那对于N2呢 是不是三和四 对不对 咱们看 看看咱们那张图片啊 插入一行 咱们这个图片是不是叫Cat Cat表啊 Shape 直行一下 大家看 大家看这张图片 这是几维的啊 看这是几维的 你看 所以456 730 是3对不对 所以它是不是三维的啊 三维的话 那456 那是它的宽还是高啊 你看 你看 456是不是它的高啊 对不对 高度是不是代表行 你看高度的话 一行 两行 三行 是不是多起来就是这个高度啊 那列呢 你看 列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700多了 对吧 列就是700多 那有这么多行 有这么多列 那每一行 每一列 你可以想象这个图片 如果要是咱们拿这个线 一点一点 给它分工的话 它是不是一个一个的小格啊 对不对 那在每一个小格当中 是不是这一个颜色啊 大家看 咱们看这个颜色是什么啊 你看 这个颜色是不是就是这个3啊 对吧 这个颜色就是这个3啊 所以说任何一张图片 任何一张图片 就是二维的 咱们说二维的图片 二维的图片把它转换成数据 转换成数据 它呢 其实一个三维的数组 要是长 宽 那最后一维 最后一维是什么呢 最后一维是它的 是它的那个颜色 就是每一个点的颜色 所以说 那看到这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了啊 所有的东西呢 其实都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们到这个难题当中 不仅仅可以放 硬的图片的数据 我们还可以放 Float图片的数据 还可以放STR 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这都是可以的 那大家知道 它的优先级 是不是不一样啊 对不对 优先级是不一样的啊 你想硬的图片的数据 是不是相对于STR而言 它的大小是比较小一些啊 对吧 它的这个大小呢 要小一些啊 好那咱们现在呢 插入一条啊 在最后 插入一条 我们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那就我们来一个N3 就等于NP.ary NP.ary NP.ary小框号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给它一个list 单引号ABC 那这个它是不是就完全就是 它完全就是死病的卫星了 对不对 好 那输入N3啊 执行 好 大家看 我们的数据是不是就在这儿进行展示了 A B C 那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这个情况啊 还有一种情况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type啊 type 我们看一下N30多少啊 执行 它依然是这个N对的array 是不是 那其他的呢 都一样啊 除了这个type 我想一想啊 咱们现在呢 假如说给它一个N4 等于NP.ary 在这个array当中 在这个pythonlist当中 我们既给它数字 既给它int类型的数 我们又给它3.14 给它flow在类型的数据 我们再给它一个 齿均类型的数据 比如说python 大家想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N4 最后展示一下 咱们看看它会是什么样啊 执行 我们发现 大家看 这个1是不是就 带上单引号了 大家看 这个1是不是带上单引号了 3.14是不是也带上单引号了 也就是说 咱们上了总结的这个啊 咱们上了总结的这个 如果 如果传记列表当中包含不同的类型 则统一为同一类型 那类型会有优先级 STR大于float 大于int类型的数据啊 这是咱们 使用这个NP.ary 来创建咱们一个最简单的这个 NP的一个数据 就这么个前逻型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